走进海洋岛 感受靠海吃海的幸福生活 走进海洋岛 感受海岛人的简单快乐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大连海洋岛 充分领略生态海洋带来的无穷魅力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大连市长海县的海洋岛 这个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岛了 从大连到这里来至少需要四到五个小时的轮渡 您看 我这刚一上岛就跟着这些大姐们一起来这赶海 因为这些大姐告诉我 在这里可以捡到特别多的小海鲜 海洋岛 全岛面积18.98平方公里 距大连港76海里 这里的自然风光优美 空气清新 气候宜人 海水清澈无污染 是大连最清洁的海鱼之一 您这是捡的 这是海粒的 看 捡到一个海粒子 大姐 咱这除了这种险子 海粒子还有些什么呀 还有小螃蟹 哦 你看 这说什么来什么 哎呦呦呦呦呦呦 看 大姐刚捡到的小螃蟹 还有些什么呢 还有小鱼 你看 你看 你看这大姐 随手一说 一说 就随手捡上来一个 哈哈哈 还有小螺 看见没有 你看 这就有四五种了 是吧 对对 平时咱都能捡到这些东西 一般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家吃还是说可以 自己家吃 吃不了呢 再拿去拥有游客的也没了 就卖给他们点 那这样的话 一天 如果卖给游客的话 能有多少收入 如果卖个菜子吃的 二菜吃的 那不一定 看捡的多少 对对对 既能吃 还能有点胃馈 挺好的啊 闲暇时赶海已经成为了当地渔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靠海吃海的劳作方式 不仅仅是对海岛生活的一种调剂 同时也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我看这一会儿 您这也收获不少啊 来了不大一会儿 完了以后海底山的也挺多的 自家来没有四什么 我来下海底瓦的 完了够自家吃了 有在市场去卖的 还行 岛上的生活也挺好的 完了干活也挺愿意上海底瓦山的 除了赶海 海洋岛上的渔民 还有一项令人叹服的本领 那就是海上垂钓 有鱼了吗 有鱼了 感觉大小 小鱼 小鱼啊 鱼啊 也不小也不小 一会儿功夫 老杨已经钓上两条鱼了 看 这也是黑鱼 对 这是黑鱼一种 老杨 你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 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钓鱼技术 因为从小就在海边长大 从小就开始钓 钓完以后 没错没错的景点 再加上跟着老鱼学 一点的就学会了 您365天 几乎天天出海吗 这么说吧 冬天太冷 说不出 一般只要是天好就出海 就出海 每次都能有多少生活 那个说不准 海这个鱼的东西 有时候看 你是说 要是卖钱的话 好得也能卖个几千五千 一天啊 对 对 钓鱼了 或者黄奸 按这个算的话 一天也能卖个 上千五千 高手啊 绝对的高手 杨万山 地道的海洋岛人 十几岁就独自喊上垂钓了 出于对海钓的兴趣 当兵退伍后 辞去了供销社采买工作 专职以钓鱼为生 来了 看见了 这也够小了 哇 来了来了 这是什么鱼啊 鲁鱼 哇 多大呀 这么大老羊还嫌小 啊 安城厂我们钓这么大的鱼啊 都放松了 啊 鱸鱼长这么大 还不算长大了是吗 对 因为钓鱼呢 就是钓大放小的 啊 所以这么点小鱼 我们一般就放松了 对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点 但是您是说 鱸鱼长到这么大并不算大 是吧 对对对 一般这个鱼大是长十多近 啊 对 所以说 那您快放了吧 哎 这么点小鱼我们就放了 啊 啊 啊 又游走了 你看老羊 钓鱼是钓鱼哈 但是还是有这种原则在里面是吧 对对对 啊 叫钓小 钓大放小 对 这也是为了维护这个海洋 生态平衡嘛 生态平衡 因为把小的都钓上来 那怎么办 紫村蝴蝶怎么办 啊 所以说我们钓鱼 一般就是钓大放小的 就是还是要靠海吃海 但也要维护这个大海 是吧 对对对 维护大海的生态 对 既讲原则又有技术的杨万山 深得圈内人的认可 很多人都喜欢跟着他一起出海钓鱼 您平时经常跟老羊出来钓鱼啊 是的 因为杨寺物这个音笔好 这个开砖水平也比较高 而是呢 最重要的是他这个 卡巢 悬点比较厉害 跟他这种能钓到鱼 能钓到大鱼 听明白了 为什么跟老羊在一起啊 关键是能钓到鱼 是不是 对 每年的4到12月份 都是杨万山的最佳钓鱼期 这段时间 老羊凭着自己独到的钓鱼技术 充分享受着大海给予的馈赠 这一冰柜里面啊 装的钱是老羊的战利品 是不是老羊 对 那好 我叫你看看我钓着这大鱼啊 哎呦 哇快看 我的天 这里面好多鱼啊 而且 而且 看见没有 这么大 这是老羊都是你钓上来的 对 这是黄条石 黄条石 这还不算最大的 这还有大的 我看他拿着都沉 哇 看见没有 这条可能拿不动 我都拿不动是吧 这条带有多少斤啊 这能有30多斤 这都您自己钓上来的 对 这是我自己钓的 我天 这个鱼手也不好钓啊 钓这个鱼挺难的 挺难的 嗯 不好钓 就您把他都动起来 是要把卖销售的是吗 这钓上来以后 一次半会卖不出去其他回家 我回来以后 我回来以后 做完保险袋 把以后那给缝起来以后 以后 因为我钓 我就钓这个大鱼 可能有这客人都知道 就了解 他们要想买的话 就打电话过来预约了 您是名声在外 要想买大鱼的都来找您 不能这么说 哈哈哈 别谦虚 大羊 大羊 就是像这一年 就凭着这种钓鱼 您能有多少收入啊 嗯 这么说 我一年五六万块钱 没问题 没问题 哦 其实您这种 就真的是靠 就完全是靠手艺吃饭 嗯 也可以这么说 对 良好的生态环境 赋予了海洋岛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除了出海捕鱼 可以获取一定收益之外 丰富多样的海水养殖 也是海洋岛主导产业之一 魏震河 2003年开始从事水产养殖 从最初的十几亩 到现在的上万亩 每年上千万的收益 让它成为当地 善备养殖行业的领头人 慢点啊 哇 这个就是扇贝了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蝦夷扇贝 啊 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就可以消瘦了 对对对 还有比这还大的 这个你看看 哦 小的大的规格 更大一些能好一点 这个 这也是需要两三年 大一点就三四年那样的 蝦夷扇贝是一种冷水性贝类 自1982年引进中国以来 蝦夷扇贝已经在山东 辽宁等北方沿海 进行大范围的人工养殖 由于其个体较大 营养丰富 有较高的市场价值 经过多年的养殖推广 目前已在渤海及黄海北部 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养殖 近十年来创造了数十亿元的产值 已经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 海水养殖贝类之一 老魏 咱们这片海域是特别适合 蝦夷扇贝的生长是吗 对 蝦夷扇贝最早的 在中国 蝦夷扇养起来的话 应该还是在我们海洋岛 是吗 对 特别适应我们海洋岛这个海域海矿情况 地质 比较方便适应它的增长 它对海质要求高吗 海水的质量 应该是特别高 应该是说没有什么无眼的 海是比较轻的 这个耳料丰富的地方 才能增长这个东西 对 海洋岛 这个以海洋命名的岛屿 地处北温带寒流交汇的水域 水底中年低温 水质清澈 阳光透析度好 耳料丰沛 是蝦夷扇贝 海参 鲍鱼 紫海胆 这些海珍品生长的宝地 你看看 要想知道这个扇贝长了几年 它有几岁 其实很容易分辨 哎呦 这就是河上来夹我的手 你看 它一张一合 你看 这个特别明显 你看看这个 这个就特别明显了 这是一个苗总播到海底座 这是一个影 一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一把养成三年的扇贝 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对对 魏珍和介绍说 从育苗到海水养殖 再到市场销售 它70%以上的精力 都用在了虾仪扇贝的养殖上 而这一切都源于 自己对虾仪扇贝的喜爱 老魏 咱们工人现在是在忙着干嘛呢 现在就是这个虾仪扇贝啊 我们带回来以后很少的苗总 现在长大了 要一直生震龙 震龙的分苗 分苗以后下到海里去 这些苗看起来大小都很一样 都很平均 因为它在经过第一次筛选了 把大的筛出来 少的就分得到 已经放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现在大小的就比较均匀 是这样的 良好的海洋生态 为虾仪扇贝的养殖提供了必要条件 同时自然状态生长的虾仪扇贝 品质也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像咱这些扇贝都怎么销售 都销到哪里去啊 因为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这个扑上来以后 用船运到大连 大连他们有这个摘养的棋子 然后呢用这个配火车啦 通运啦 反正物流啦 发到全国各地 魏震河在海洋岛承包了万鱼亩海域 他依靠这片生态海洋 进行科学管理和经营 目前这片海域不仅为他提供了 养殖虾仪扇贝的绝佳场地 同时 这片清澈蔚蓝的大海 也盛产海参 鲍鱼 海胆等海珍品 看 在老魏这个承包的海域里多少宝贝 你看 这么大的海参 这么大的虾仪扇贝 然后你看还有海胆 还有鲍鱼 鲍鱼 多棒啊 都是一些海珍品 对 老魏 就像你这片海域里面 每年能采了多少善一善贝 加一善贝 应该是三十到五十万斤吧 三十到五十万斤 那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 应该六七百万那样吧 六七百万 那再包括这些海珍品呢 也就七八百万那样吧 你看老魏 轻描淡写 也就是七八百万吧 您这片海域全都是宝啊 这是大海富裕我们的财富啊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它 真是 对对对 生态良好的海洋岛 除了拥有丰富的海产品之外 它独特的旅游资源 也大大吸引着游客的前来 正在打造海岛旅游的海洋岛啊 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呢 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据统计啊 近几年 每年上岛的游客数量呢 都能达到三万人次 在这种海岛旅游热潮的推动下呢 当地的许多渔民 也都从传统的捕鱼业 向旅游业转型 积极地投入到这种海岛旅游的服务当中来 魏秀梅就是看到了海洋岛旅游行业的前景 这些年来海岛旅游的游客特别多 那么你说来游客了必须得吃饭吧 吃饭了 我就想看一个海洋岛一个像样的一个餐馆 毕竟我觉得 第一满足我个人的一个梦想 第二我也有钱赚 是这样的 2016年 魏秀梅瞄准了海洋岛旅游这个热点 大胆承包了一处店面 在她的苦心经营下 一家主打海洋岛生猛海鲜的特色于佳乐 便有声有色地扮起来了 外边来的游客呢 首先她有一种什么样的欲望呢 就是说我来到海洋岛 我第一件事我要吃到海洋岛真正的海鲜 所以说我选择了海鲜火锅 两年的经营 魏秀梅摸索出自己独到的采购理念 选择能让食客满意的生猛海鲜 除了一手市场之外 别无二选 要拿它来装海货是吧 对呀 每次都拿这种海货 倒是能放鲜 对 因为跟海上一牢上来的时候是活的 活哥这里边温度太阳塞不进来 回家直接放鱼缸里 直接它就活了 咱们店里的海鲜都是在这个岸边买的吗 对 我每天都是他们小船回来 我就直接 你看这个小船不都回来了吗 对 然后我就过来买 这是买最新鲜的 最新鲜的 而且是活的 拿回家放鱼缸里直接就活了 客人来点的时候看的都是活的 然后拿出来线裤 这就保证着新鲜嘛 新鲜度 余福 哪儿去了 在这儿呢 我今天订的海货呢 早上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你帮我拿上来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这大哥从海里线往上捞 我看 对 这衣服 这么多呢 都活着呢 小蟹子 您今天收获不小啊 还行 还行 可是您这怎么拿上来啊 来 我往上捆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 你小心啊 我要帮忙吗 来来来来 我已经习惯了 看 好了 大哥你上来吧 我看看多少斤啊 哇 这边这给你运都好了 对 对 小螃蟹 每天啊 我不要太多 因为只够今天晚上的客人吃的 明天这个点我再来拿 就是你都要是保持它最新鲜 大哥你开开吧 对 你加手啊 我看那海螺 多新鲜啊 海螺今天怎么个价位 今天 三十 我们一般那个别人说三十五 要是你们常客也得三十吧 四 多少斤现在 这十一斤 心里挺好的 都是 老规矩 对 你这闻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坏了就臭了 坏了它就不新鲜 有味道了 然后你看这海螺这活的 这个虚子都在外边 按一下它会动 所以我每天呢 要是要跳一下 看一下 有了就还喷水啊 对对对 证明它是活的 真新鲜 十鲜啊 我先倒这个泡泡香一下 你放在那里 你放在那里 海螺这样摔不要紧啊 不要紧 哎呦 哎呦 这活的它整个你看 它都扒到那个箱里了 你看多有意思 真是新鲜 这蟹子多少钱一斤呢 25啊 蟹子25 当地渔民把自家出海捕捞来的海产品 直接销售给开办于家乐的客户 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销售成本 获得一定的固定收入 同时也为于家乐老板 提供了最为新鲜的选择 你像他们这样来您这收购 是不是也能一年给您增加一些 就是固定的收入 给我们一年带来的收入 正确挺可观的 一年大概可以 在我们拿货的款项 大概是十一二万 能有十一二万 对 除了特色海鲜 喂秀梅的于家乐 还有一项吸引游客的法宝 那就是要让游客玩出特色 我就是海洋岛土生土长的人 我可以带着游客玩遍咱们海洋岛的 脚脚落落 那么有海洋岛最美的日出 日落 海洋岛的最高峰 每次来的这些游客呢 也都特别特别的高兴 吃得好玩得好 那么他们回去之后 就会给我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 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 为了能让来到海洋岛的游客 真正了解海洋岛 感受海洋岛 魏秀梅的工作重头 很大一部分都在于 景点线路的开发与调研 通过量身定做特色项目 让来过的游客都能够爱上海洋岛 游客玩得开心 魏秀梅带队也带得起劲 当地良好的海洋生态 和丰富的海上资源 不仅为游客增添了许多 不同寻常的体验 也让魏秀梅的于家乐 得到更多游客的信任与青睐 您到这来感觉怎么样 哎呀 初次踏上这小岛啊 太激动了 看到这个山水啊 天蓝蓝水蓝蓝啊 不是爱好水 但是我感觉到 小岛 在这玩特别开心 在这玩特别开心 现在这是涨潮嘛 浪花一点点上来 跟我同伴玩的 感觉像回到童年似的 在海边逛小脚鸭跑 而且这个大海你看一下 这很多贝壳 可以捡很多这种纯青岩的那种贝壳 觉得这个水特别蓝 特别好 然后觉得没见过这么清澈的海 我来过很多次了 我经常带朋友来 大家伙接班过来的 所以说大家伙非常链心 都觉得地方非常不错 非常好 非常美 玩得畅快过后 自然少不了品尝 喂就梅于家乐的特色海鲜 这些生蒙海鲜 只需简单料理 就可上桌品尝了 鲜 是真鲜 它岛上以后我们看这个 海鲜 格外贫荣 贫荣度 而且这个鲜鲜度 好冷 好冷 然后有些海鲜都是我在我那个地方 没有吃到的 比如说这个鱼 听说叫岛上的叫扇鱼 是现在真是财谱的这个季节 特别的新鲜 所以今天过来尝到了特别好 特别有口福 包括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黄鱼也是 下到锅里都感觉这个鱼 就是特别好像得活一样 挺好的 特别的新鲜 如今海洋岛已经开办起几十家鱼家乐 这些能让游客乐起来的鱼家乐 不仅给渔民们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 也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每年三十多万元的收入 让喂就梅感到幸福与满足 我对我现在的生活特别的满意 特别的自足 因为我的家人 我的亲人都生活在这海洋岛上 而且又有我海洋岛最喜欢的工作 那么虽然收入不算太高 但是绰绰有余够啊 就是日常的开销 另外你看我生活这个环境 山美水美的 我没有旅游不满足 对不对 良好的海洋生态在保证传统渔业稳定发展的同时 也造就了优质的旅游资源 美丽的海洋岛正以其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为当地百姓带来更多财富 如今的海洋岛已逐渐开始从传统的渔业基地 向旅游海岛转型 在政府的扶持下 当地百姓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将渔家风情与旅游行业有机的融合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不仅仅是给当地渔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同时呢 也为游客的出勤 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海货 蓝色牧场 宝贝朵 走沿海 看鱼寸 掏声依旧 鱼歌心 让我们一同走进金石滩 走进我身后这一片美丽的大海 我们记录生态沿海建设的脚步 我们分享靠海吃海的智慧与收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 特别奉献生态中国沿海型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